老师 你要先听哪一组的呢 他听特偏还是定 都三比三 年轻人组了 年轻人组 好 其实我也是在暧昧期间 遇到一个老师型渣男 这个男生就是几年前在一个演唱会 然后我们大家在后台遇到 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 其实就会很多人合照 然后大家就会在社情网上 就是不要 社情 社情网上 好好 是人在路逼或者是IG那种地方 然后大家就会在照片 Tag所有的人 然后因此就可能 你会认识很多 你不认识的好看的男生 然后像我那一次 上他演唱会之后 就有个男生突然就很关心我 他就会在我的IG或FB底下 一直留言 然后每一篇都按赞 每一篇都关心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会私讯我 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宝可梦 所以我们那时候 大家就会一群人去玩宝可梦 然后玩一玩以后 他就会变成 我们两个人去抓宝可梦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会两个人 开始独处 对 独处 然后一起去 然后那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会一起出来玩后 就很正常 只要他晚上就会说 爸 你晚上要不要来我家 就是会开始跟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不想 因为我觉得晚上去很明显 女生如果愿意去 真的怪兽 我就变成一只 他很凶 必须两个人抓 女生如果愿意去的话就代表说 其实你愿意接受他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们这样太快了 再一两个礼拜不要 后来我就慢慢地观察到 他也有在我朋友的社群那边 一直按赞跟留言 然后每一天 你看 都有按 对 然后好死不死 他下一次约桌游 把我跟那些朋友 都约在他们家里面玩 很合理 那些朋友很按饭的朋友 他按饭的那些女生 他约出来很合理 对 然后我们大家就玩在一起 我那时就看到我那个女生朋友 看他的眼神不单纯 就是有爱在里面 就是感觉两个人有发生过什么 对 就觉得好像有爱 然后那一次我们桌游结束以后 那女生就 我就说 大家一起搭车回家 他就说 没关系 我慢一点 他不想走 他一直留后面 对 然后我就想说 这边有他的牙刷 他就说我外面走 但我会走 然后结果我就想说 好吧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种关系 我就觉得这人我感觉不想跟他联络 因为我觉得这男生跟他一定有鬼 我只是心里想而已 可是没有想要过一个月之后 那女生自己找我承认 那女生后来跟我说 他跟他发生几次关系以后 他就想跟男生确认彼此的关系 对 他说 那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吗 然后那个男生就说 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说 我要交女朋友 对 我也没有答应说 你要当我女朋友 是你自己情愿的 后来他就消失了 好傻 男生就消失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险我没有进一步 跟他交往 好险 我们不是选这一项 好险 可是 可是新闻姐 你想想 就是老实型渣男跟情场浪子 这样浪子还更直接 他不会去这样子转弯 骗你 他只是用另外一种 宝可梦来骗人 对 对我来讲 他们都一样渣男 好查看